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通通找大陆来合作 现在更不要说要进阶道电动车了 那他们的产业发展更大 因为它足够的市场 它可以随时怎么样 能够用最尖端的研发 研发出来的时候有足够的经费 然后研发出来有足够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台湾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能力来做到这个大的 但是我们依附它 绝对对我们有好处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个政策的错误 我们的政府的无能 我们的政府纵容太阳花这一些运动 把福帽货帽都挡下来 而且显然这个挡下来不是太阳花 这些小学生 这些学生们 他们的个人的意见 显然是现在的执政党背后在操纵 董哥 就民进党太阳花也好 它就是为了要去中反中 为了个人的私利 因为越是跟两岸越是对抗 民进党觉得它选票会越多 它会永远执政 所以写淋淋的数字 这背后是多少家庭就不会有工作 对 所以大家记得两个礼拜前 中国新歌声 一个单纯的演唱会 它可以把它搞成 好像全国大家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 弄得飞飞扬扬 然后他们得了全胜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操作手法这样 那这手法是为了什么 为了在继续执政 继续执政以后 每个人都有好位置 每个人都可以赚大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位置 包括我们最近在讲的 融卫水利会都要改成官派 那里面最好赚钱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林立方委员 他所抵抗的金火 大家记得陈水扁当总统时候 总统舞的秘书长陈唐山 还有民进党的主席游锡婚 一起到金火商李华德 在林口的豪华别墅里面去晚宴 被记者拍到 这个豪华别墅里面 有马厩有刨马场 你可以看多大 在林口啊 在林口啊 陈水扁当总统时候 而且这两个人那时候 一个是总统舞秘书长 一个是党主席 这是丑闻耶 问题 你媒体稍稍报告以后就不吵了啦 因为是民进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如果大家再发现 光这一个月好了 这一个月哦 每年一时有一个记者 过去的记者叫温义德 他说中国大陆 2018就会武统台湾 2018的下半年 对不对 然后上个礼拜 突然有一个美国智库叫义思安 他说2020年 台湾绝对被武力增乎 中共就说 把你这东西弄下来的话 你要不要买武器 你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这个第一件 墨建 墨建说你要尽本分啊 要尽本分啊 尽本分就是要缴钱 要给我买啊 保护费啊 是啊 你看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买金或买国防的武力 百分之三 超过百分之三 很少嘛 那除非是你有很强大的敌对国 每天在开干嘛 或者你国家太有钱了 是 可是用这个东西最好赚了 对不对 所以秘密预算 是秘密预算 那你是没得杀价的啦 那你看啊 扁政府要卸任的时候 还搞一个答政案 对不对 就是我江山输了 没关系 我开一家公司 专门做金火的 而且免出钱 政府出钱 但持股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我民间不用出钱 但我占股五十一趴 所以我算民间公司 立法院管不到 管不到 而且那时候董事长都已经讲好了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乃功啊 哎呀 就已经讲好了 就是晚上要在夜店瞧的事情 是是 奶公七十岁 你看豪情万丈都还在 对不对 他们讲的宇宙大爆炸 就是这个事情 是啊 就会大爆炸啦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就是可以从各种里面 大家可以捞到好处 那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的目的啊 谁管你什么台湾汽车的时候 没有这回事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从整个太阳花 那一系列下来 台湾其实很多产业 都在走 都在走下坡 这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总统 总统告诉我们他去 南太平洋行亲 他的亲在哪边啊 对啊 所以他要一个寻亲之旅 这个寻亲之旅是 到马绍尔群岛 然后到图瓦鲁 人口一万一千多人 一万一千多人 比我们一个里还小 索罗门 从到索罗门去 然后寻亲之旅 这不是我们讲的 是外交部的政务副市长 就是跟着民进党上来当官 不是职业外交官的吴志忠说的 吴隆毅的儿子 他有道理 我故意不想他是谁的儿子 你们就要这样子把他讲出来 好丢脸啊 台湾死官已经纳入东南亚死官了 所以中华民国是南岛语系 我们台湾人是跟南岛语系 是同一个系统的 所以他这个叫寻亲 没有错啊 最可笑的是说 吴志忠说 这三个国家都是密克罗尼西亚 玻里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群岛 最重要的一句话 但和我国一样 都是南岛语系 大家的一份子 所以中华民国一夜之间 被狸猫换太子 我们变成南岛语系了 所以邱锦也是南岛语系 孙文也是南岛语系 孔子也是南岛语系 玻里尼 玻里尼 陈吉思汗也是 对啊 不是 其实 他要寻亲 不是应该在那边寻 他应该到非洲去寻 因为人类学家至少说过 人类大概是十万年前 是从非洲出来 然后最后遍及世界各地 当然中间有跟一些 其他的很少数的那种人类 有通分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你真的要寻亲 要寻主 要认主 归宗 你要到非洲去嘛 对不对 所以这所有 这一切的荒谬的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你要了解民进党这个政党 这个帮派就是 他做一切事 说一切话 都是为了夺权 夺权 做的一些事情 都是为了钱 为什么这样讲 高金树莓 他看了明年的预算书 他又找到了猫腻 他发现有一千亿哦 一千亿的 东西很奇怪哦 他执行在10月13号 礼拜五周末 上周末 他讲说 第一个新南向政策呢 今年编了44.5亿 到7月底执行率只有 一年执行率只有56.3 然后呢 一般预算会逐年增加 有几种可能 就是政策做得很好 执行率高 政策是中长城计划 所以要逐年增加 或者是国家重大的政策 可是今年执行率只有56.3 那不及格啊 那你明年 为什么又扩编预算呢 执行率差又不是中长城 所以你到底在干嘛 好 这是一个钱 但这个钱 小钱啊 对民进党来讲 没超过一千亿的 那都是 在地上给狗骨头 可能几十亿算什么 真正的大钱是这个 高金树莓发现 8月31日 总统府对外的经贸战略会谈里面 说政府要开发协助ODA模式 ODA就是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政府开发援助 对外援助 援助新南向的国家 所以呢 由中央银行匡列35亿美金 就超过一千亿 指定金融机构 就是要给它 一定要贷款给它的策略性贷款 而且政府补贴利差 因为银行一定要利息啊 那利息哪里来 政府出钱 银行调度融资去支援新南向国家 然后在10月12日在玉山论坛公布 结果呢 他就跑去跟行政院要资料 结果行政院只回复一个 连封面加起来只有五页 内文只有五百个字 一个字算起来折合两亿 我应该改行了 我们写什么文章呢 一个字两亿 总共就一千亿 连内容是什么都看不到 连金流的流程也划不出来 这到底是你冲啥 我们来看看高金素美 他怎么质询 由中央银行匡列35亿美元 然后让银行调度融资 去支援新南向国家的公共工程 蔡英文所谓的非传统定义的金钱外交 让人民感到极度的不舒服 判长 你如果不答应 你如果不答应我所说的话 我告诉你 有很可怜就是洗钱 洗钱 但是这个洗钱呢 跟陈水扁比起来 人家功力进阶好几百集 这个洗钱完全大了的花钱 班钱 完全不用立法院同意 高金素美发现 第一个疑点 你搞掉一千亿 立法院完全不用发现 他是因为发现 怎么会有政府要补贴利差 一点点钱才抓出来 有这个一千亿 然后呢 第二个疑点是 他指定哦 指定由林文渊 林文渊 董哥好朋友 这是阿拼的 这个林文渊很敏感哦 掌舵海外投资开发公司 OIDC 由他来处理 这个由他来处理啊 那这个钱 到底金融 金流怎么流都流不出来 那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赖金德口口声说 哎呀 台湾外交困境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政府这么辛苦 我们怎么样啊 靠地儿要出来啊 其实就是要搬钱 但是我们发现 真正的答案在这里 行政院发言人 徐国勇 说ODA不是外交援助啊 是我国商业银行融资 你看 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商业融资 给外国政府的采购机关 由外国政府保证啊 重点哦 我国厂商承包工程 所以这样转一手到外国之后 我国厂商 这个我国厂商 谁 慧玲 一千亿 对 所以这是前瞻计划海外版了哦 是是是 当然是 外交版 当然是轻率的厂商嘛 你看整个高兴树梅 发现这个一千亿就流出 这一千亿 如果那个项目 那个工程不赚钱 人家不还钱 因为不用主权基金 来保证 是 那我亏损了以后 双手一摊 我没办法行啊 对啊 我还不出来啊 是啊 而且我跟你讲 什么是用来A钱最好的途径呢 国防的预算是一个 外交的预算是另一个 你看 赖清德讲的多么的这个 令国人感到相当的认同 好悲催哦 我们的外交 处境这么的艰难 我们现在要这个融资给外国政府 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我们要在两岸的这个僵局里面 我们数百期投降吗 水秀你把外交局面搞得这么 这么糟糕 所以你现在千里迢迢 要跑到南太平洋去送钱 送钱给人家 还要跟人家认亲 我要讲清楚 我的祖先跟南太平洋没有关系